大學、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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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效果 目前市場非常的大 各科的醫生都前國後籍都進來做脂肪抑制 簡單的微整形或是這些 當然脂肪移植不是一個那麼簡單的手術 在整形外科的立場 我們當然覺得有好的技術有好的東西 我們不需要把它藏起來 不管是整形外科出身、外科出身 或是說甲乙科、皮膚科什麼 希望大家都可以藉由這個技術的提升 還有訓練還有儀器的進步 學習更好的技術 或是拿到更好的器械去幫助你的患者 這樣才會比較均衡發展 事實上我想脂肪移植的歷史 已經有100多年了 那早期我們就是拿著手 然後拿著注射症 然後直接這樣子把它做注射 那這樣的動作就是說 因為我們人的控制 他沒有辦法控制的經濟 所以打出來的脂肪就是有大有小有大有小 那當你打出很大的時候 這些大的脂肪球環裡面的細胞會得不到營養 它就會壞死掉 然後壞死掉就會導致一些 像濃氧的形成、腦腫 甚至它纖維化或是鈣化 或是導致最後的一些凹肚物品 我們辦的研討會在診所 我看應該是最高等級的 因為我們有示範手術 那也請到這個脂肪腔的發明人 曾經過世 但跟我還有那個護院長 一起幫這位患者做動手術 而且是直播的 可以給現場的人進去看 這個規模的醫學會議 大概只有長羹、龍腫、龍腫 不是太大做得到 還有三軍龍院 那實際上接觸患者 還有實際上看到這個人動到 是跟比如說讀書或是報鋼 完全不同的 因為我們知道有一些論文 它那個追蹤已經是好幾個月後的事情 你根本看不到那個中間的過程 那當這個講者說他講得多好 他做得多好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那個內容 可是如果現場看手術的話 你就知道原來他就是這樣做 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那原來這一些技巧 就是在這一些小小的環節上面 那這樣就可以學到更多 而且不會浪費大家時間 其實醫學是每一年都在進步 所以像去年我邀請黎甘明博士來講的時候 跟今年已經有半年內 就已經有不小的進步 那我相信每半年或是每一年 應該會更大的進步 那有進步的時候就可以再邀請大家 來一起學習去觀看 我們都會學習去觀看 我剛剛說的 我今天就在做什麼 我先講看 你也會知道 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解一下 我先講解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